遇到火情的时候 首先要保持冷静 用手测试门的温度 如果门的温度很高 那说明门外的火势很大 贸然开门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轰燃 如果门的温度不高 那就可以开门检查烟火情况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要以湿毛巾捂住口鼻 以低姿态快速逃生 当火势太大 无法逃生的时候 记住 用打湿的音物 封堵住门缝 并且往自己身上淋水 还有一点 记住拨打119 大家好 我是本月逃场男神黄敬鱼 他从火光中走来 热血上线 我在剧中饰演陆萧 警报铃已经拉响 快来爱奇艺 和我一起冲破试验 想生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 do